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msung在CES展前會舉人記錄 而他們在CESer Palace設置了一個展館 除了展出我身後的8K電視外 還有幾款很特別的電視機 一起跟大家看看 Samsung在CES 2020 中的主力產品 都是8K的QLED電視 現在我面前這一部就是Q950 85吋 這部電視機有什麼賣點呢 就是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就是它擁有超窄的邊框 這個設計就叫Infinity Screen 其實你再拉幅畫面看 其實你會覺得整個畫面是佔滿了 整部電視機是一個無邊框的電視機的設計 無邊框之餘 其實這部電視機是相當之薄的 在你旁邊看一看 你可以留意到這部電視機是很薄的 非常之薄的 除了這部電視機是8K的 QLED之外 其實這部電視機背部也有點乾坤 你可能看到 這裡其實 左右邊也有四個洞 這四個洞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聲音 這個Q950其實由65吋開始 由65吋、75吋、85吋、85吋、三個尺寸選擇 今年Samsung的電視機裡面的Processor 也有加強 除了去年的Machine Learning之外 今年的Processor會加入了Deep Learning的技術 是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看一些不同的信員 尤其是一些解像度比較低的信員 會在8K電視機上做到一個提高upscaling的效果 將畫質提升 現在正在展示兩個同樣的解像度 但在8K電視機上的效果會比較細緻 而且顏色的對比度也會比較好 在展開裡面 The Zero這款系列的電視機 就非常特別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會有兩個形態 一個就是打直 一個就是普通電視機的打橫 為什麼打直呢 其實它就可以跟手機連動 當手機跟它連接起來的時候 如果手機上面顯示的畫面 是打直的說話 其實整部電視機就會自動地打直 很簡單而已 可能呢 要示範一下 其實按一下 它會看到 Tap Detecting 那整部電視機呢 那整部電視呢 就會 和我手上的手機顯示的狀態是一模一樣的了 那可能我按一按 片大 片大 片大到YouTube的畫面 那整個畫面和我手機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那可能我打橫 這樣畫面就會自動打橫 變回我手機上面的全面看片的效果 如果我把手機打直的話呢 畫面就會 整部電視機呢 就會跟隨它動 那這部電視機呢 那這部電視機呢 也是一部很厲害的電視 那底呢 其實是有一個 60W的4.1聲度的喇叭 那就不用賣賣 再買Soundbar 那這部電視機呢 那這邊呢 就是1MS的Response Time 240Hz的Refresh Rate 亦都支持MV的G-Sync 那它亦都是QLED的Panel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是G9的背面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都真的頗弱的 因為它 49吋 那那整個包圍都頗重的 那旁邊呢 就是 G7 那G7的尺寸 亦有1000R的Curved Screen 亦有1ms的Response Time 以及240Hz的Refresh Rate 基本上它們的規格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尺寸有分別